生命是短暂的 生命是可贵的 怎么能够延长生命呢 我想用歌声来延长 今年已经83岁的张连友 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这天下午两点半 他按约定去学生家上课 给孩子上课 请问不 问叔叔好 叔叔好 慢点 几乎在张连友开始上课的同一时间 沈阳市大东区万泉公园里 人们像约定好了一样 都朝公园一处围墙旁的区域聚集 人们太弄了啊 元晓都买没啊 刚才董老师说这个元晓姐就吃元晓 今天叫什么节呀 这叫正月十五 这元晓姐和这元晓大家吃的元晓不发生一点任何关系 农历的一月份的一月一号叫元日 那这第一个月呢就叫元月 就第一个月的第一个月的月顶元的这一天就叫元晓姐 这晚上啊看月顶啊 这这么个元啊 李春文今年六十三岁 与张连友相差了二十岁 七年前他离开单位一天也没闲着 每天下午两点半 他一定会出现在万泉公园水塔的围墙下 给大家讲课 这一坚持就是七年 第一次是一零年的秋天 闲柳的晚上就好几回事跟着落 我当的疫情都是颠倒思维 历史都是颠倒的 我就想 我说我在学的历史 我先把你历史给你颠倒过来 我说我再把事实捧给你们看 李春文说 大家闲聊 你一言我一语吐槽生活的曲折 放任宣泄 会让人们的负面情绪相互感染 相互影响 很容易让人忽视本来幸福的生活 陷入无休止的苛责之中 我说你们天天在这 我说我今后天天这个点我上这讲来 我多着给你们讲明白多人拉到 就这么了 刚才一天一天不拉我就开始去 请不吝点赞